現在現在我們直接講說不會成功 那其實抗告會不會成功 其實剛才黏黃兄講了一點 我必須要增加這邊澄清 我們法律的制度上面 訴訟法的規定很清楚 犯罪嫌疑重大 必須要符合幾個要件才能夠羈押 我必須要強調 你有事實主任有逃亡之餘 湮滅證據之餘 算證之餘 也就是說你的重罪 雖然成立了重罪 但是你不能夠說用懲罰性的羈押 我們的羈押制度是預防性的 就是保全性的 它是保全性質 但是現在這就是懲罰性的羈押 所以實務上就操作 全部都是因為重罪 就給你懲罰性的羈押 這是錯誤 我們實務上不是只有阿扁 實務上是 很多人都是用這樣子 所以法律是錯誤的 其實你知道嗎 現在我們不管藍綠各有立場以外 這裡面現在在看守所裡面 那麼多的一堆大眾的人 不分藍綠都希望陳水北交保 對 陳水北一交保他就要放人 我剛才為什麼強調說 陳水北現在是派一個無期徒刑 加上64 這個定執行情是定無期徒刑 他這個重罪 如果不符合羈押要件 就是說他如果證明說沒有逃亡之餘了 因為現在案子都已經判完了 判完了 判完的話沒有串證 沒有淹證的問題 只剩下有沒有逃亡之餘 如果陳水北他這樣講的 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的訴訟策略說 你給我帶電子腳樓 我只要你證明我不會逃亡 你不能壓我 因為我們的法律規定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證明他有逃亡之餘的話 就不能壓人 即使是重罪 對 即使是重罪 可是我們現在都是重罪 我們現在都是重罪就壓了 現在如果我因為說你現在看到 看起來你這樣沒有逃亡之餘 我讓你陳水北一交保以後馬上 你們其他人要放人 現在我手上判八年的十年的 全部壓在裡面 都說因為重罪 說你因為重罪有可能會逃亡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看守所你們一大人 全部要放人 不放人的話怎麼辦 暴動 文律師 文大律師的這個觀點 這是法律本來就很多解讀 假說以說 我完全不認同 因為重罪成為他逃亡的理由 不是因為他沒有逃亡的理由 所以他判重罪 所以我跟你講 羈押他除了保全什麼 保全我 追訴審判執行 OK 審判執行 那我要執行你 我判了你重罪 無期徒刑 死刑 為什麼 我當然逃 我有機會的話 我當然逃 所以重罪成為我逃亡的理由 法官有特別說 我不是因為重罪羈押他 我因為他有逃亡之餘 而且他熟忍 比別人更熟忍 這種逃亡管道 所以因為我要用逃亡理由去羈押他 他有講到逃亡 對不對 他不過就是知道總統府底下的密道而已 這樣叫逃亡管道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來講 昨天AIT的新任處長 拜訪法務部長王清風說什麼 說我們國外對 就美國人對扁岸有不同意見 AIT是美國駐台灣的大使 他可以對我們的扁岸指指點點 說我們有不同意見 這什麼態度 好 我們的洪杜拉斯的總統 他現在洪杜拉斯 他在哪裡 他跑到巴西大使館裡面去 巴西大戰屁服他 問你阿扁出來 他跑到AIT去 AIT要不要他 有可能要他 今天要做是我和馬西平 無期徒刑出來 我要討到AIT AIT你腳就把我踢出來 你什麼玩意 阿扁是美國官員 他跑到AIT有可能 所以他的潛逃管道 是比我多的 AIT可能要他不要我的 這是要證明的 他跑進AIT怎麼辦 而且我告訴你 你說美國會多一個 扁比亞 不是 我覺得 陳水扁怎麼會是美國官員 這是什麼理論 我覺得 他自己講 我們在這邊 很扯的話我們就不要再講了 我們在這邊推論都可以 可是法官不能推論 法官要有確實的證據 大家記不記得王立寧 為什麼被交保 對 為什麼 那個時候不是調查局 說是一個澎湖的調查處 說一個外站 說有情資說他要在澎湖 坐遺傳偷渡 法官把那個調查站的人叫來問說 那你告訴我你的情資怎麼來的 他說不是 那個是傳聞情資 結果法官就說 那你這個證據不夠 交保 沒錯 對 我們在這邊都可以評論說 他要去AIT 申請政治庇護 或是說他要怎麼去討 我們都可以猜 可是法官真的不能猜 我們剛才討論的是說 法官必須斷車的案子 都有證據 但最大的那個所謂會逃亡 就是人逃走了以後 當然就是會逃亡 你聽懂嗎 聽不懂 你的意思是要事情發生之後 才知道 你人人放出去 結果他跑出去 就證明說逃亡 這樣法官對了 不過他已經犯錯 他把人放出去 比如說那個遠航的董事長 崔勇 崔勇 這個放出去以後就逃亡了 還有朱安雄也是 對不對 逃亡 所以證明說的確有逃亡 之餘 而且不是之餘 已經互助實行成功 他會不會逃亡 只有放他出去才能夠證明 才能證明 對不對 這是立法的問題 立法本是要改 我們剛剛講的是這一段 我講的是說 那這個嫌疑者 像阿扁 要怎麼證明 他有誠意去做下 他現在把那個什麼護照 繳出去 外交部說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這個沒有誠意 你要繳護照 不如把錢全部繳出來 如果你所有的錢繳出來 大家一看 這都是我們不知道的錢 你都繳出來了 這個有誠意你留在哪裡 我覺得人性不是這樣想的 是繳出實意之後 大家就想說 應該還有更多 後面不只這些 拜託 你的一百億 我看也要討出來 你繳一百億之後 他說 原來你有一百億 後面還有一千億 對吧 我覺得那個是不可能 不過 你那個太理想化了 不是 站在法官的立場 你都沒有表現的時候 為什麼我要表現 就是啊 他就說 我還是寧願被你罵 這個不是 寧敗勿難 是 這叫做寧壓 不不放 不不放 訴訟上是可以用 認罪協商的機制 認罪協商機制 好比說透過辯護人 來陳述說他的誠意 然後表達說 那檢察官 我們如果說把我們 什麼樣的錢拿回來 然後呢 希望獲得一樣 什麼樣的判決 好比我們舉個例子說 黃瑞進的部分 他不是判小公庫兩億 就可以判一年八個月緩刑 對 這個就事實上是 認罪協商的機制 所以現在 其實剛才你說要不要保證 如果說 憲鴻兄這樣講 真的陳水扁透過辯護人 然後表達這個誠意 然後他們做一個會者 說給他一段時間 他去做查報 然後把那個錢 確實願意繳回來的話 檢察官同不同意 這種機制是可以的 用這種方式的話 大家都是透明化 反正是公開審判 如果講好的話 那這樣子怎麼樣約定 那這種事情是可以的 然後如果是這樣的話 證明說我沒有逃亡之余的話 我願意給你中保 或者說限制住居 或者說幹什麼類似那個 實意中保 類似這樣的 那觀眾會想要問說 二審有比較好看嗎 當然好看 絕對精采 比較精采 為什麼 因為多一個帥哥嗎 不是 因為這樣子 我跟你講 阿扁憲兩個牌 我剛剛已經講 一個司法人權牌 對不對 第二個牌是什麼牌 美國官員牌 形象牌 阿扁憲全部在打形象牌 阿扁憲在律師 十一零說什麼 我們絕對不會去跟法庭對立 我們會全力配合 審判長的審理跟調查 然後阿扁來跑去註銷護照 雖然沒有不准註銷 但是註銷護照 好 下一步 他雖然說 他在庭上說 我也可以放棄總統領域 但他會宣布 我正式放棄 就又發覺不能放棄 總統領域是法律規定的 但他會做這些好看的事情 然後你看阿扁現在姿態擺多低 我也不必講每一頁 就拿這一頁來說 你看他說 上述感謝審判長 很有耐心聽完 他講一講 感謝審判長很有耐心 再看這個 謝謝 謝謝法官 很有耐心的聽我講這些 我非常的感激 阿扁什麼時候變這樣子 謝謝 謝謝法官 你非常耐心聽我講完 我好感激喔 每一頁都這種東西 我這一頁就兩個 你怎麼會那麼驚訝 阿扁每次只要事實對他不利 他就謙卑了 不對 他對蔡守信 從來都沒這樣子 怎麼會沒有 一開始有啦 怎麼會沒有 我一開始對蔡守信多好講 我就馬西平這樣講 你們不了解阿扁 阿扁他如果他今天 還有機會的時候 他非常的低 可是你沒有給他想要的 他就起來幹你了 這才是阿扁 所以說我覺得 那個馬大哥講的有點 有偏事實 為什麼現在二省的法官 二省的律師 十一零他現在已經在講說 我們二省的法官 是非常注重人權的 喔 來了 二省的法官 我們看一下 OK 誰是最注重人權的 還是就是 十一零講是二省的法官 高院的法官 都注重人權 這是這個何一庭 一般他講的是 那個壽命法官 鄧姓明跟審判長鄧正球兩個 鄧姓明他有過什麼背景 他以前好像是在兒童法庭 他主要是在少年犯 少年加士庭的法官 OK 好 這三個法官我跟你講 現在 十一零他們的律師團 都在等於是先禮後兵 先禮 他們都很好很注重人權 我跟你講 當他們的 開始在審理的過程裡面 讓他們覺得不順利的時候 讓阿平覺得不順利的時候 我跟你講他有反過來幹他了 所以才會好看 對不對 所以說不要看說現在 現在看起來好像 好像他們覺得說我們願意全力配合 我們可能全力配合 我跟你講後面如果不是 如果鄧正球他們呢 跟蔡守遜在審案的過程裡面 是很像的話 對於蔡守遜所 以審的這些證據 他也滿認同的時候 我跟你講阿平的另外一個面目會出來